今天我想讨论一个话题 这个话题可能是自我做视频以来 虽然我每次讨论的话题都比较深刻 比较复杂 但是这次应该是最高深的一期了 而且就是非常难以理解 我尽可能深入浅出的 跟大家解释一下 让大家能够更加轻易理解我的观点 这次的话题就是论道德和一神论宗教 行而上学的根基 首先解释一下这个一神论和行而上学 一神论是什么呢 一神论就是 这个所有的只认独一上帝真主的这么一些宗教 包括犹太教 基督教和这个伊斯兰教 他们也被称为亚伯拉罕宗教 还有当然还有一些宗教 比如说巴哈一教 比如说西克教 他们也只认为世界上宇宙中只存在一位神 但是他们这个神跟亚伯拉罕诸教那个神是不一样 巴哈一教是 但是西克教不是 那么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这些伊神论宗教 亚伯拉罕诸教 他们的神学根基 就是行而上学的神学 根基到底是什么 他们为什么产生影响在哪里 而且最后就是要说 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受到了他的宗教 这个宗教思想怎样的影响 首先我先说一说 伊神论的这个行而上学 他们的核心理论 伊神论的核心理论 就是全世界全宇宙 他们的神是一位 世界上没有第二位神 只有一位神 天使不是神 魔鬼也不是神 神只有一位 神是什么人呢 神是创造者 神是创造者 是一切的计划这个这个规划师 那么所有一切事物都在神的指导下 和计算之中 神让所有一切事情发生 一切事情不发生 都出于神的意志 这是伊神论宗教对于神的这种认知 他跟多神论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或者是古代的巫术信仰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有灵论思想 有这个万物有灵论的思想 比如像德鲁伊教或萨满教这样的 这样的宗教 他们就是相信万物皆灵 一棵树有自己的灵 中国人也是相信这种东西 因为中国人的 中国人的宗教的水准 准确来说 还处于巫术阶段的那个思想 中国人没进化 没进化到 别说现代人了 没进化到中古世纪的 欧洲人的那种神学思想 中国人都道不着 中国人信了什么 跳大神的 信什么狐仙啊 狐狸精啊 土地爷啊 这些东西 所谓的万物有灵论 包括你看那些 中国现在写那些神怪小说 都是什么 成经了 什么这个成经了 那个成经了 树成经了 狐狸成经了 冰箱成经了 轮子成经了 总之万物都是有灵性的 这点跟德鲁伊教 或者是原始的巫术信仰 是如出一彻的 他是认为所有的这个 这些物体 我们看得见的物体 他都有一个灵魂世界 精神世界背后的一个写照 这些精神世界的背后写照 就是他们能成经的一个观念 没有精神 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成经 成经是什么呢 会说人话了 会干人事了 甚至比人的力量更强大 这才叫成经 那么 这个这是无数思想了 多神教体系是这样的 多神教认为全世界有很多神 每一个神都大有力量 比如说我们知道印度教 印度教里头 这些比如说什么 什么什么 这个掌管疯的神 掌管生育的神 掌管死亡的神 掌管这个 甚至是这个居家的神 旅行的神 每个 干每一件事都有神 那么 希腊多神教也是如此 有战神 有土神 有农业神 有月亮神 有太阳神 有这个神 有那神 每一个相对的事物都有一个神 这些神都超过人的能力 他们比人类强大 他们都有自己的力量 而且他们是真的神 他们是真的神职 他们不是普通的凡人 或者是假神 然而犹太教不是这么思考 犹太教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位真神 这位真神就是创造了宇宙和人类 以及一切事物 包括世界上的坏事 魔鬼 诅咒 都是由这位神创造的 这位神是绝对的权威 绝对的真实 没有什么可以违背这位神的力量 这位神是真神 这位神就是以色列人的神 这是一个极其极其行而上学 思辨之后的一个产物 那么这我接下来就要解释一下 他他怎么行而上学 他怎么是一个哲学的思辨的 能够得到一个结论 而且你从哲学中思辨中 你思辨到世界的尽头 你也只能得出 这个世界只有一位真神 而这位真神就是一切掌管的神 并不像 如果像希腊读神教 我们从哲学来思考 如果像希腊读神教 或者是 这个印度教中 对于神明 对于世界的解释 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神 他们在互相征战 那么我们必然得出一个 我们活不到今天这个世界的 这个结论 因为神的力量 大过人的力量 他们有超越人的超能力 而他们的超能力 而他们的人性是跟人类没有区别 像希腊那些神 他们的人性跟人类没区别 医学有着强大力量 但是在道德上 在人性上跟人类没有区别的 这么一群东西 如果天天都在征战 在尔语我诈 在用各种各样的手段 去计较去什么 最终只能得出一个人类社会 能够苟存到今天 它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 偶然的那么一个结论 然而上帝的医生教思想 他则表示了 这个自然是和谐的 自然是和谐的 就是因为 大自然中每一种动物跟植物 它生存在世界上 都有它自己的生态 为宇宙中所有行星 恒星 它的出生 它的死亡 它的运行的规律 是什么力量拖着地球 在围绕着太阳旋转呢 是什么力量 这个推着太阳 围绕着银河系去移动呢 我们的宇宙极其的宽阔 但是却拥有着至高的秩序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天上的星斗 天上的银河如此的璀璨 它们从来亘古不变 它们所在这个星星星光的位置 所固定的位置是亘古不变的 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说明了一定有一种力量 使它们在 在它们自己的位置上 保持着平衡 那么这股力量是什么 犹太人就开始思考了 这股力量是什么 这个力量就是上帝的力量 而这个上帝的力量 它能够让诸天的星星 能够在天空中 按照自己的顺序规划 就如约伯记所说的 谁能牵出参星的速呢 谁能拉出某星的线呢 不是上帝吗 我说了 我要让大海的边界到达这里 海浪不能超过这个边界 海水就不能到达这片陆地 谁策划的这些 谁谋划的这一切呢 当然是永生的上帝 这显然是一个极其精深的 行而上学的规 行而上学的那种认知的 当然了 这在科学家眼里 这完全是 在和受到西方白贵那种思想人 是完全 觉得这绝对是胡说八道 但是这帮人 他们没理解 几何学上那么一个概念 就是说 现实世界是 理论世界一个 不完美的投射 我们建 住房子 或者我们画圆 画一个 几何上的圆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 几何上的圆 是理论 理论世界中 那个圆的 模型的 不完美投射 世界上不可能有一个 像几何一样 几何完美的圆 世界不存在 只要是人画出来的 就不存在 那么 但是我们不 并不妨碍我们在理论世界 造出一个完美的圆 或是 等一二三件 行 但是 但是这 上帝就是这样 上帝是全世界 所有规则 全世界 所有法则的 创立的核心 根基 它是完美的 之所以上帝是完美 说上帝是完美的 而我们 这个地球是不完美的 就正如犹太人所说的 上帝是完全的 完整 而人类和堕落的天使 他们是不完整 只有顺服上帝 你才能变得完整 你不顺服上帝 就会灭亡 这里头就有 这里头就跟道德有关系 这就是我说的 道德的问题 古代世界的道德 是按照今天人来看来 他们很野蛮 比如说古代人的酷刑 残忍的刑法 以及他们对待奴隶 或者对待外国人的 那种残忍手段 是我们今天人 不可想象 甚至是不可理解的 但是古代人 他们这么做 也是有道理的 为什么古代人 要那么做呢 就是因为 从他们的世界来看 从多神论 或者从巫术信仰来看 这些人 我不认识他们 我也不爱他们 我看到他们 他们之间跟我 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他们死活 跟我也没有任何关系 这是 所有古代人类社会 你可以看 任何没有受到基督教 和犹太教 宗教思想 涉及的那些远古社会 他们到底是怎么看待外国人 包括欧洲人 最崇拜的古希腊文明 他们是怎么看待外国人的 亚里士多德 是怎么看待外国人的 亚里士多德说 我们希腊人 在政治学里说 我们希腊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 之所以是最伟大的民族 就是因为我们希腊人拥有着世界上 最优美的形体 最完美的肌肉 最合理的 比例最协调的骨骼 我们善战 我们聪慧 我们勇敢 我们 就是天生适合做统治者 外国人被我们希腊人征服了 这是应该的 那么他要怎么说 论到奴隶 亚里士多德怎么说 亚里士多德说 奴隶 天生就适合做奴隶 他们 他们的精神能够忍受 长苦的劳作 就像中国人一样 如果你让一个法国人 每个每周工作70个小时 像中国的那些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样 这法国人肯定会疯的 他精神肯定会崩溃的 但是中国人为什么他能忍受那种工作呢 就是因为中国人在 他不能算人类 按照人类定例来讲 中国人不能算人类 他可以忍受这些工作 要换我 我肯定忍受不了 我是忍受不了一周工作那么多小时 那么这种情况下 中国人为什么能忍受呢 因为他天生就适合做这些 这是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依据 这是古代希腊人的理论依据 亚里士多德当然不是自己凭空想出来的 他有 当然他有他自己套分析方法和形而上学的定义法则 但是亚里士多德有个非常重要的是 他关于希腊人的看法 关于奴隶的看法 他是绝对受到希腊城邦 以及整个希腊所有希腊哲学家思想的一个影响 他是一个希腊哲学的代表人物 我们可以看一看 亚里士多德说到奴隶的时候 他是真的要按照科学的方法去仔细的分析的 他不是歧视这些奴隶 他没有歧视奴隶 他只是说 根据我的观察 奴隶的肌肉 奴隶的心灵 都比跟希腊人相比 他们更适合做这些劳碌的 工作时间更长的 而且非常乏味的工作 奴隶他们天生适合做这种工作 而我们希腊人忍受不了这种乏味的工作 如果我们被别人奴役 我们宁可死亡 也不会接受奴役 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得出这个结论观点的证据 即使是像希腊最文明的这些古代文明人 他们没有什么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全世界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思想 他们没产生过这种思想 这种思想从哪来呢 欧洲的白左 欧洲的西方的这些白左 他们从哪得出了一个人人要平等的这种思想 当然是基督教的思想 当然是上帝创造了所有人的思想 如果所有人不是一味神灶 他凭什么是平等 如果世界上是有着每个神的力量大小不一样 每个人信奉的神 他的力量大小不一样 他凭什么每个人是平等的 显然不 多神教的这个行而上学的分析 来看 每个人就不应该是平等 所有人不应该平等 凭什么平等 你的神是一个弱者 你的神被我的神打败了 我要征服你 我征服了你以后 你自然是我的奴隶 你不是人 你是奴隶 因为你不信真神 真的人肯定信真的神 你信假的神 或者你信一个比较弱的神 比较弱的神就天生应该做奴隶 这显然这这你你你按照行而上学去分析的话 他显然这是非常合理的 就是你按照几何学一样的模型去创造一个世界 如果几何学的模型神的体系如同多神教来说的一样 那世界上人可以做任何事情 人可以奴役任何 而且理论上来讲所有人就不应该是平等的 还有无神论的思想 无神论的思想就是更邪恶的 因为不神论的思想剥夺了人类的尊严荣耀 人跟动物没有区别 动物为了生存做什么都可以 而且确实也是如此 还有一点 就是动物没有责任对其他动物 其他事情负责 而且也没人类社会里的很多关系 动物根本没有不要负责 比如说婚姻关系 比如说 这个父母养育子女的这个义务 比如说这个兵役 比如说社会性的义务 这些东西都是动物没有责 所以为什么西方白左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就是西方白左在基督教的文化的 所谓人人平等的这个思想之下 上帝面前人平等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然后插入了进化论 这个生物进化论的这种思想 就是人的根源并不是上帝 人的根源是动物 动物都是出于一些偶然 人的诞生是出于偶然 人的诞生不是出于上帝的意志 是一个至高的神 是一个至高的主宰 给予人高贵的荣耀 因为人要遵守高贵上帝 所创造我们高贵荣耀 所以我们要遵守一切符合道德的法律 符合上帝 上帝告诉我们的这些律法 我们要遵守 如果我们不遵守就不是一个好人 我们死后要下地狱 虽然这在白左眼中肯定是非常low的 但是他合理的解释了道德 司法 以及 神 以及这个世界的几何学的那种 我们理论中认知的理想世界中的一个投射 这是行而上学的问题 这不是 但是白左跟举弱这种人 他们的大脑的智力 他们投射不到行而上学那个领域 他们只能知道现实中的吃喝拉撒睡 这种 就像动跟 他们不信神 因为他们跟动物没有区别 所以他们不信神 因为他们只能理解动物能理解的一些东西 他们不能像人类一样 思考行而上学 思考哲学之中的 那个几何学中的那种 理想世界中的一个矩阵 他们 他们的大脑理解不了那些东西 所以他们没办法相信上帝 也没办法认知道上帝是什么 像康德这种人就说了 如果世界上没有上帝 我们就必须造一个出来 他 康德作为一个 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行而上学家 他当然知道上帝到底对于人类社会意味着什么 那尼采 他作为尼采 你看尼采那些东西能叫行而上学吗 你按照古希腊人行而上学那种标本来去 他根本就不叫行而上学 但是欧洲人堕落了 欧洲人把尼采那些东西也叫行而上学 这显然是欧洲人 他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行而上学 行而上为之道 行而下为之气 所谓道那个阶段的才能叫行而上 论气的 论操作的东西都不能叫行而上 操作上的东西不能叫行而上 几何中的纯粹的一个等腰三角形或圆 它不是操作中能操作出来的 所以说行而上学的东西必然是不能通过操作而得出结论 但是它是通过理想的专 就是通过思想的专码 一块块盖成了一座大楼 这就叫行而上学的思想大楼 当然了基督教 犹太教和伊斯兰教 他们对于世界的认知显然是远远超过了无神论者和那些多神论体系 多神论体系他们认知了世界的法则是有一定运行规律的 而运行规律是由理想模型的 而无神论者就连这个都没有了 他们完全是像野兽一样按照交配 交配繁育和这个吃饱了喝足了 为他们生活理想生活中的最高标准 他们完全没有投射到理想世界中的那个可能的产生的动机 什么是理想社会 为什么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基督教的行而上学的根基构建在什么地方 我刚才说了即使是希腊古代的希腊人 他也不认为人能应该是平等的 人不应该是平等 人就不应该有平等这个概念 谁提出的人应该是平等的 当然是基督教 当然是犹太教 因为所有人都是上帝造的 所以上帝在立位记里头说到 还有生命记里说到 在你们做中间做外邦人的 你们不可欺诈他们 你们不可用鬼诈的手段来对待他们 你们要用公平的天平来对待他们 而且还有一点 就是说你们不可欺压他们 因为你们在埃及做过寄居的 你们知道做寄居的心 上帝是引导 按照上帝的最高的纲领 上帝不应该跟以色列人解释 你们为什么要对这群外邦人好 上帝说了你们对外邦人就应该好 不应该欺负他们 至少不欺负他们 对他们好不好 这是你自己个人的道德水准了 如果你对他们不好 我也不管 但是你不能欺负他们 这是上帝的标准 但是为什么 为什么上帝还要解释一下 你们以前在埃及做过寄居的 你们知道做寄居的 按照上帝来讲 按照上帝作为宇宙的主人来讲 他不应该这么说 因为他说啥就是啥 你遵守就行了 你不用问为什么 上帝就是告诉以色列人 我让你这么做 你自己也能要理解 我让你这么做是有什么道理的 从人的情感 上帝是引导人 上帝没有人的情感 上帝只是制定规则 上帝没有人的情感 上帝不会用人的情感来想 但是上帝为了让人能理解 所以上帝告诉人 你的心中其实也有这种伤疤 你不能 你要理解为什么这么做 当然上帝很多道德律法 没有解释为什么 比如说你不能杀人 不能 为什么不能杀人 杀人 为什么是犯罪 杀人 为什么 奸淫 为什么是犯罪 做假见证 为什么是犯罪 贪恋别人的东西 为什么是犯罪 这些无神论者怎么解释 无神论者怎么解释 无神论者出轨 跟别人睡觉 很正常 破坏人的家庭关系 很正常 按照多神论那种风俗来讲 多神论的风俗 是我说句实话 多神论的风俗 它还能维持这个社会的秩序 但是无神论者 他们是 所有人类社会文明的秩序 都最后会迈向 共产主义那个阶段 就是所有的秩序都没瓦解 没有家庭伦理 没有社会伦理 没有道德伦理 那么多神论的风俗 还说了 我们城邦之内 我们都信奉雅典娜 我们大家是兄弟姐妹 我们不能害自己人 不能睡自己人的老婆 你要是去打别的城市 把别人的俘虏抓过来 你把他的女儿和老婆睡了 也就完了 也就算了 你不能在这睡自己的老婆 自己人的老婆 你不能搞婚外关系 不行不行不行 绝对不行 我们绝对不能允许发生这种事 谁做的这种事 就是败坏了我们雅典娜 或者是阿波罗的圣明 我们要把他在神庙面前处死 因为他破坏了我们社会的秩序 多神论宗教 还能维持这个地步 而无神论者呢 人就是动物 人看到一个异性 或者是看到一个 看到一个同性 或者甚至看到一只猪 他发生了性欲 因为人是动物 人就可以跟一个别人的老婆 别人的丈夫 甚至是这个什么 发生性关系 请问 我想问问无神论者 杀人 如果人是动物 杀人为什么是罪 动物之间杀人之后 没有司法审判的 动物杀死自己同类 是没有司法审判的 你们的行而上去的道德根据 到底在哪 如果没有上帝是世界的主人 请问 为什么上法院 谁给法院的权利 谁给法院的权利 判一个人的终身监禁呢 既然有人说了 一个人没有人权利 去杀死另外一个人 那么难道法院 或者是国家意志 就有权利囚禁一个人吗 显然没有 因为上帝 世界上唯一的主权者是上帝 只有上帝有权利审判别人 当然了 多神教那些思想 也可以说 就是神的意志 要审判这个坏人 但是你必须要有一个神 你没有神 司法的尊严是没有的 所谓的契约 我所谓的公民契约 要注意 公民契约这个说法 是有问题的 因为我出生之后 我没签订这个契约 我从来没有签订 宪法这个契约 我虽然出生了 比如说一个美国人 一个美国人出生 他天生就是美国人 但是美国的宪法 跟他一点关系没有 他没有参与美国宪法的智力 他也没有签这个字 你说了美国的宪法 或者美国的哪些刑法规定 杀人要偿命 杀人要偿命 或者杀人没有死刑的话 没有死刑的州 就是杀人要终身监禁 他说了 我从来没有签署这些法律 我没有认可的法律 你凭什么用这些 我不认可的法律来审判我 你说是公民契约 我虽然是公民 但是我是出生之后 我自然而然成为公民了 没能征求我的意见 没人征求我的意见 我就成了公民了 没有人征求我的意见 我就必须遵守这些 别人 由别人杀之后产生的宪法和法律 凭什么让我遵守这些 由别人商讨之后 形成的律法和法律 我凭什么遵守这些东西 狗屁东西 我凭什么遵守 不许睡别人老婆这种规则 我天生是个无神论者 无神论者就是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是最最最后 最就是无神论者发展到极端演化 必然形成的一种条件 就是我睡别人老婆 这是很自然的事 很正常的事 我们就像两个动物发情的一样 交配 这有 这这这之间有什么区别 没区别呀 婚姻是什么 婚姻是基督教的 基督教那些落后的神学家们 说那些狗屁东西 婚姻哪有什么神圣性 婚姻算什么东西 婚姻就是说狗屁 婚姻只不过是我们两个家族 我为了贪恋我老婆的家产 我才娶了这个纯女人 这个笨女人 外面那么多漂亮女人 我当然我当然要呃有了钱 我把这个钱弄到手 我当然要天天去睡 这是按照一个动物来讲 就像有一些鸟类 有一种雌性的鸟类 呃他 我们都知道鸟类一般来讲 他是终身夫妻制的 但是在动物界是常常有这种情况 鸟类有一些鸟类 他会 占据这个窝搭建比较好的一个雄性鸟的这么一个巢序 然后他再跟其他的雄性发生关系 所谓的借窝下单了 还有像企鹅 比如说企鹅 我就看过这么一个片子 非常有意思 企鹅在南极州 他们在产卵的季节 这群企鹅慢悠悠的爬到这些地方 一个一个戈壁上 这个戈壁上所有的雄性企鹅都在找窝 哪些地方更适合复旦 然后这些雄企鹅就到处找 有一对夫妻 就是企鹅夫妻 他们两个是按照 按照话说的原配 但是这个雄性呢 他比较倒霉 他没找到一个好的窝 所有的好的地方都被别人给占据了 这时候雌性慢慢的过来了 因为是雄性前到这个戈壁 雌性然后这时候慢慢的都到了 他们找自己的丈夫 他们就互相叫 他们认识 一叫他们就知道丈夫在哪里 然后这个雌性呢 企鹅就慢悠悠的到这个雄性的窝前了 他就发现这个窝真的很难看 不仅难看 而且不利于这个卵的富裕 雌性就很不高兴 然后这时候有另外一只雄性 他找到了一个好的窝 他就开始勾搭这个雌性 勾搭雌性的时候 这个雌性就发现 哎呀这个窝真好啊 然后这雌性就慢悠悠的跑到这个雄性旁边了 这个时候这个雌性原先的配偶 这个雄性非常生气 说怎么你能抢我的老婆 然后就跟另外一只那只雄性去斗殴 争斗完之后 结果他还输了 他就很伤心 这一年他就没有办法发育后代 按照现实世界来讲 当然这种事在人类社会那是比比皆是的 企鹅社会里有 人类社会里也有 只要是群聚动物就有 但是我们理想中的社会不是这样 人类理想中 之所以相信 我相信接受了那些白左思想的那些台湾人 我看到他们大多数还是有那种台湾乡土文化那些风俗的 就是说 这个人是跟别人的老婆睡觉 这个人是坏人坏人坏人 但是真正的欧洲白左从来不那么想 比如说像萨特跟他老婆这个波夫娃 萨特跟他老婆一辈子没有婚姻 他们都是无神论者 都是坚定的无神论者 跟这个左派思想 他们一辈子不结婚 波夫娃在外面情人无数 萨特在外面情人也无数 但是他们两个人是所谓的灵魂上的伴侣 因为他们俩的思想最接近 他们虽然能睡很多不同的人 但是他们觉得他们彼此之间最能互相理解 罗素也是这样的 但是罗素还是保持着一点人性 保持着一点资产阶级的 那个留存的特性 罗素在写完了 我为什么不信基督教之后 他跟他老婆也 也协商了这么一种关系 就跟他老婆说 咱俩外面随便找情人 没关系 但是呢 我们 我们互相尊重 我们还是夫妻 你在外面有多少情人 我不管 我在外面有多少情人 我也不管 他们两个人就这样展开了 他们的婚姻生活 但是罗素到了中年跟晚年的时候 他就很不舒服 他就总怀疑他的儿子 不是他亲生的 他就想 我老婆外面那么多情人 他生的这些孩子 有些人不是太像我 因为那时候没有 DNA技术 所以罗素就 很愁 就说 我的遗产 如果分给这些 不属于我儿子 不属于我子女的这些 人 他如果不是我的亲生子女 我这辛辛苦苦一辈子 挣这些钱给他们 我这心里太不平衡了 所以罗素瓦年 他的心里很不舒服 就这个问题 他就非常不舒服 当然萨特他们就没这问题 因为他连孩子都没有 所以说 所以说这就是 按照 按照 我们可爱的 费拉左派 费拉右派 以及台湾的 可爱的民主小青心 他们到现在 还不能接受这一点 他们还认为 婚姻是有一定神圣性的 就证明了 他们还没完全白左 真正的白左 那婚姻 婚姻是什么 婚姻是基督教的产物 基督教是落后 愚昧愚蠢的东西 基督教之前 我们欧洲人 都是多夫多妻制的 随时可以交配 我热尔曼人 一个大酋长 手底下好几个老婆 这不很正常吗 一夫一妻制 是基督教的思想 是犹太教的思想 因为上帝造了一个男人 造了一个女人 这些狗屁思想里头 上帝肯定不存在 上帝也没造男人跟女人 这些狗屁思想 是基督教 万恶的基督教 压迫我们欧洲人 自由平等不爱 自由平等不爱的这种 一个压迫我们的工具 基督徒都是恶人 基督徒就像福尔泰所说的 什么上帝 哪有上帝 教会那么腐败 教会的那些教士们 天天有那么多钱 我们穷人那么可怜 都是你们压迫我们穷人 才那么可怜的 你们这群万恶的神棍 天天的教唆我们 这群人给你们捐钱 怎么怎么 他其实不知道 教会的资产 根本就不是 根本就不是人民捐出来的 而且教会来讲 根本就不靠着你们 老百姓捐那点屁钱 能怎么繁荣 尤其是现代教会 更不用说了 西方现代教会 连百分之 今天你可以查天主教的收入 平信徒的捐款 连百分之五的收入都不到 西方的教会 要靠着平信徒捐款 早就饿死了 这是举弱这种傻逼 绝对 绝对 他没做过调查 没做过研究 他老是说 宗教是骗人钱的 靠骗你们 这些东亚费拉这点屁钱 教会养着这么一大帮神学家们 还有这么多的教堂 维持着早就饿死了 所以说他也不明白这一点 但是他们却想出了一百八十种方法 来污蔑教会 污蔑基督教 污蔑上帝 最终就是为了解放人性 人性是什么 圣经里说的 人性就是罪性 人是非常坏的 人每天都想着违背上帝的戒律 上帝不让你看别的女人 不让你贪恋别人的财物 也不让你仇恨别人 当然了 人是想仇恨别人 想贪恋别人 也嫉妒别人的 但是上帝不让你这么干 而且上帝告诉你 这么做是错的 你这么做对吧 好的 上帝原谅你 按照理想的世界 就是行而上学的 几何学那个世界 按照几何学那个世界 人类不应该存在仇恨 嫉妒 以及诸如此类的情感 人类不应该存在 但是人类有了这种情感 怎么办 你不可能因为人有这种情感 就把人杀了 所以圣经上说 上帝是无限仁慈的 即使你有这些罪恶的想法 上帝能够宽恕你 但是你要忏悔自己的罪恶 你要时时刻刻 反思自己的所思所作 所想所为 你才能得到上帝的宽恕 然后你才能信天我 这就是理想社会 跟现实世界的平衡 理想世界是什么 桃花源祭那种世界 不存在战争 不存在纷争 不存在疾病 不存在痛苦 不存在死亡 所有知识分子都是这么想的 顺便说一下 为什么所有知识分子都这么想 因为所有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神学家其实也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表现 就是说 神学家们 知识分子们 大学教授们 他们天天都在教堂里 修道院里 大学的象牙塔里 研究学问 他们不像农民 不像牧羊人 不像渔民 不像这些战士一样 战士们要冒生死危险去打仗 农民天天要苦哈哈的到地里去种地 渔民要在非常风暴非常大的这个海里去打鱼 教士们和知识分子们 他们做什么 他们坐在那些 一丁点生存威胁都没有 甚至一点重负都没有的 图书馆里 教堂里 宫廷里头 做官 做神学家们 他们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所以他们人类资源中最好的那个 供养 供养给的知识分子和这个神学家们 他们不像政治家 你想统治者 比如说国王或者现在的政客 他们要凑多少心 现在的政治家 我上次讲马基亚维利 我也有说了 政治家每天每时每刻都要做非常艰难的决定 所有人还都要骂你 现代政治家跟古代的国王 古代国王还要打仗 所以说 现代政治家虽然不需要打仗 但是现在政治家随着所有人都要骂你 那是需要相当强的这个心理抗压能力的 一般人干不了那活 所以说他们 压力很大 工作很忙 非常多的问题 知识分子呢 大学教授呢 大学教授说什么 没人拿他当回事 你即使说出了非常非常无耻的怪章的 比如说我以前读硕士的时候 我呢有一个老师的那个理论 极其的怪谬 没人拿他当回事 没人会批评他怎么样 你说什么理论都无所谓 但是有一点问题就在于 你的理论 不影响现实世界 如果让知识分子的理论影响现实世界了 他们的理论像政治家一样的 像萨特那种人 如果萨特跟他妻子 跟他的情人的关系变成了全世界普遍的现象 那这个世界就彻底毁灭 所以说 知识分子 他生活在非常优渥的环境 第一 舆论对他们是非常宽容的 你知识分子做什么事 没有舆论 找你麻烦 政治家不一样 政治家 那时时刻刻要被找麻烦 那么你又不像其他那些体力劳动者一样 他们工作每天很多 所以说 你呢又没有什么生存的威胁 你很容易 知识分子就很容易建立一种理想社会的模型 理想社会的模型就是几何学的诞生 他们就会想象 我们的世界应该是什么 没有战争 没有纷争 没有这个痛苦 没有疾病 没有死亡 等等 像天国一样的世界 所以天国跟乌托邦是非常像 天国跟乌托邦之所以非常像 因为他们全是智分子创造出来的世界 但是 神学家们知道 这个是地上 没有可能出现天国 这是为什么上帝 圣经里反复告诫 你们不要行义过分 你们一定要遵守上帝的律法 尽管如此 你们仍然遵守不了 因为你们都是坏 所以你们只能时时刻刻忏悔 你们去赎罪 给自己赎罪 但是呢 基督 基督教以外的世界 乌托邦 比如说像马克思 或者是左派社会民主 社会民主 这种思想体系 他们就认为 人性是好的 人性既然是好的 我们就能建立出一个乌托邦 那些同样 像教师一样 在大学里头的左派知识分子 因为教师是坐在教堂里的知识分子 保守知识分子 那知识分子 那个马克思这种人 社会民主党这种人 是坐坐在大学教室里头的左派知识分子 保守知识分子跟左派知识分子的矛盾在于保守知识分子 他们的列祖列宗全都是像摩西那样的人 都是士师那样的人 或者是什么十字军那些领袖的什么人 他们都是虔诚而勇敢的战士 虽然他们在神学上造诣很高 但是他们也也是会打仗 也是能能去出生入死的 他们留下来的文献就告诉他们 你们不能广注意理想中的时间 你们一定要务实 务实就是现实 现实是什么 现实是残酷的 现实是 现实是物净法则的 是 这个这个 适者生存的 为了现实的生存 你们不能只讲 只讲理论这样的东西 你们要考虑现实的东西 所以说保守的知识分子 就是就成为了这种人 那么左派知识分子 他们他就不读圣经了 他也不理解这些东西了 他就自己幻想 他天天坐在大学教室 坐大学教室里 他就幻想 他就幻想这个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 因为他没接触过多少现实世界 他接触的现实世界很少 而他幻想的成分又很大 所以他慢慢就演化出了一套 乖张的世界观念 这就是做共产主义社会的雏形 还有左派社会民主党 还有白左这种思想的诞生的根源 白左思想诞生的根源 就是他们没有基督教的这些诫命 没有基督教的这些戒律 但是却有了基督教那种 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这种法学思想 和基础伦理思想 所以才诞生出了这些白左 如果你按照希腊人那种看法 绝对不会有今天穆斯林和黑人的问题 黑人天生就该 按照亚里士卓德的说法 黑人天生就该做奴隶 你看他们长得就像奴隶 他们的身材 他们的体魄 他们的干活能力 他肯定是奴隶 他们必然就要做奴隶 还有他们的智商 他们必然做奴隶 从亚里士卓德那个观点来讲 黑人奴隶没问题 但是你要从摩西 或者从基督教那些 彼得保罗的观点来看 全部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子民 正如斐利 斐利在埃塞俄比亚 遇到一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 当然他是个黑人了 埃塞俄比亚的太监 就问他以赛亚书中 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 先知说主的灵在我身上 是因为主用高高 我怎么怎么样 传好福音 就这段经文 42段这样经文 然后 先知就说 这个菲利就跟他说了 先知这话说的意思是 埃塞俄比亚的太监就问他 这话说的是先知自己呢 还是说谁谁谁呢 菲利就说 这话指的是耶稣基督 这是旧约 我告诉你 新约已经诞生了 耶稣基督在拿萨勒出生 在耶路撒朗殉难 他已经为了全世界的人 做了殉道 然后不拉不拉 说一堂 如果是 你可以想象 亚里士多德或者柏拉图 他怎么可能跟 看着跟人都不太像的黑人 在他们眼里 黑人应该跟大猩猩没有区别 这群黑人 他们怎么能够听我们希腊哲学 那些高深的东西呢 亚里士多德绝对不会给黑人学生 去讲什么 讲什么政治思想 或者什么伦理学的 只有基督徒才会跟全世界 他们才会到全世界那些看着非常野蛮的生吃人肉的民族 跟他们去讲道理 讲基督的爱 讲基督的思想 只有基督徒能干这事 谁还能干这事 穆斯林当然会也会干这事 但是全世界除了穆斯林跟基督徒以外 世界上还有人干这事吗 没有 无神论者 希腊人都不会干这事 无神论者干什么 无神论者说的非常好听 但是无神论者 这是在他们拥有极大资源的西方的白左 你看西方的白左 他们是不干实事 他们干的所有事都是让老百姓去买单 包括什么引进难民 买单的是老百姓 正如那位德国的老太太 受采访的那位德国老太太说的 有一个视频很著名 有个老太太说 我现在不欢迎难民了 我们现在自己的生活都有问题 这些难民天天偷东西怎么怎么样 然后说到默克尔 他就说别提默克尔了 默克尔天天坐在大奔里头 他周围又没有难民 他道德高尚 对 他在全世界的舆论中 他得到了媒体的称赞 默克尔拯救了100万的叙利亚难民 谁买单呢 默克尔天天有一堆保镖保护着 他不用为这群难民去违法犯罪去买单 我一个普通的德国老太太 还有我的街坊 我的邻居 我的朋友 还有我经常买东西的那家店 他关门的 为什么关门 他被偷到破产了 他们买单 默克尔不买单 让他买单 我操你骂的 凭什么让他们买单呢 当然老太太没骂街 我骂的街 就是说 无身分者最后的世界 就只能是这样的世界 因为他没有 他不讲究律法 律法很土鳖 看着很不舒服 但是律法是预备你灭亡前的 约束你灭亡的那些东西条件 基督教的神学当然也是这么想的 比如说举个例子 犹太教中说到 你不可欺负你的外邦人 但是犹太人也说了 你要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因为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这是民事法 这是按照法律说的 你不能欺负外邦人 你要对他们好 这是按照几何这个世界 那个形式上学世界来说的 就是说 你可以看圣经 你可以看出来 他有很多东西看似矛盾 实际上是一致的 保持一致的 矛盾在于 他分析出了现实这个世界 他达不到理想世界那个高度 就像我们在现实世界画不出一个洗盒学上的源一样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 现实跟理想是两回事 我们不能不讲理想 理想是我们追求的人类精神和灵魂心灵追求的那个未来 要讲 但是呢 现实世界是残酷的 举个 我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养鸡场的鸡 现在养鸡场的鸡呢 实在是太惨了 他们在连转身都不能转在笼子里头生活 一辈子 而且他们按照自然界的来讲 一只鸡能活五年十年 五年到八年 但是养殖场的鸡一个月就出来了 他们从出生第二天第三天就被派送到那些田鸡田鸭的那些笼子里 然后一辈子的那个潮湿 看不到阳光 一辈子看不到阳光 看不到自然界的任何东西 在昏暗的那些养鸡场里度过 吃的那些精鸡料 然后很快就吃了非常肥胖 他们身体非常不舒服 因为他们身体的这个肉长得非常快 违背了他们身体的承受那种负荷 他们每天都活得非常痛 那些鸡活得非常非常痛 按照理论来讲 按照上帝创造那个世界来讲 没有任何生物有权利对另一种生物 制造如此可怕的迫害 人类没有权利 任何动物没有权利对 你狮子老虎吃一只鸡 你把它吃了就完了 你不折磨它呀 这是人类这些养殖场 对这些鸡的折磨实在太可怕了 你如果从一个人道主义思想来讲 你肯定会为这些鸡心痛不已 然而 人是要吃饭的 人都想吃鸡肉 全世界这么多人了 大家都要吃鸡肉 请你告诉我 如果我不按这种生产模式 让这些鸡受苦 怎么你能吃到你桌前的鸡肉呢 人 你总不能一边吃着鸡肉 一边骂那群养鸡厂的那些厂 这些厂厂长吧 所以说你就要调和这个矛盾 调和矛盾你不能骂别人 你要骂你自己 因为你自己是虚伪的 你一方面你知道 这么对待鸡是不公平的 对鸡是不公平的 但另外一方面你要说 白左是这样 白左他不承认他自己有问题 他总把这个问题都说到资本家身上 说到是市场的说到这个供货商身上 供货商没有市场 他会那么供货吗 养鸡厂那些厂长 不那么没有这个市场 他会那么养鸡吗 所以说白左都总是在骂 做的人不好 因为白左从来什么都不做 左派就是这样 他只提供理论的 他什么都不做 所以他他 谁所有的错都是别人的错 因为他什么都不做 所以他没错 这点也没问题 而且白左说的都是理想中事件 这点在理论上 你不可能变倒白左 白左都是提倡 人与人的生而平等 人与人的至高的爱 不能有歧视 所有的肤色都一样 这些东西全没问题 没问题 理论上没问题 他的问题在于 在现实中达不到这个标准 而你在现实中达不到标准 你骂谁呢 你应该骂你自己 还有骂那些下等人 那些天年吃着鸡肉 还在一方面吃着鸡肉 还在骂着什么 鸡厂老板不够人道这群人 你他妈的没吃鸡肉啊 你他妈吃了鸡肉之后 骂鸡厂老板不够人道 你他妈的是什么东西 他不骂这种底层人 他骂什么人 他骂鸡厂老板 鸡厂老板造这些鸡 他为谁吃啊 他又不是自己全吃的 他为他这么做 背负了这么道德上的这些负担 他不是全让人吃吗 当然我这是个比喻 我比喻的是 我这是个比喻 鸡厂老板象征着政治家 那些吃鸡的人 就象征着普通老百姓 这群老百姓 一方面要政治家 为他们做这个 做那个 做那个 做这个 就像马基亚维利一样 然后当政治家 出现问题的时候 这群人民又跳着脚骂政治家 这就是人民的德行啊 我之所以说人民德行极其卑劣 就是所有人民 你从吃鸡这件事 你就可以看出来 所有人都可以感受到 养鸡厂那些鸡 不应该那么生活 但是他们吃鸡肉的时候 没有任何道德负担 这就是 为什么基督教讲 就忏悔 因为基督教是 包括犹太教 他非常清楚 理想世界完美 我们达不到 现实世界的残酷 我们又不能认为 残酷是合理的 如果残酷是合理的 那人的人性 不越来越败坏 就像那些 萨特那种 那种人一样 披着人皮的 动物畜生 左派全都是 披着人皮的畜生 所以说 所以说基督教就这么说了 理想世界 我们是追求 但是我们达不到 现实世界非常残酷 我们要尽量避免 尽管 不可能全部避免 但是尽量避免 一旦出现问题 检讨要从自身做起 这就是基督教 犹太教的 核心的行而上学的根基 这是举弱和 广大认为 宗教就是教人行善 当然了 他的现实投射 是教人行善 但他的核心根基 却不是那么回事 他是避免着 社会进入 动荡和毁灭 我们看到 这里我就最后 说一说犹太人 为什么犹太人 非常门清 各个文明是怎么灭亡的 犹太人的历史 是足够长的 他跟埃及人 波斯人 巴比伦人 亚述人 赫提人 罗马人 和这个后面的中世纪 跟阿拉伯人 他们都打过交道 他亲眼看到了 前面那几个文明 是怎么灭亡的 罗马人是怎么灭亡的 就是因为他放纵 他没有他们 罗马人祖先那种 清规戒律 艰苦生活 他放纵 所以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所有文明的崛起 兴盛 都是非常艰苦产生的 所有文明的衰败和灭亡 都是他自于享乐 而灭亡的 所以犹太教这些 所谓的清规戒律也好 不仅犹太教 所有宗教的一些清规戒律 都是使一个文明 免于灭亡 但是这里头就说到 文明的发展的悲剧 因为文明在早期 都是艰苦的 大家不得不跟大自然做对抗 你要跟大自然 跟自然环境 等等的做斗争 你必须艰苦起来 你才能适应生存 到了文明的晚期 官员和公务员 还有那些城市阶级 费拉阶级 他们每天干什么 像罗马人 每天都在浴场里头 泡澡 乱交 罗马城当时有 五万男计 八万女计 这些男计 也是为男性服务的 就是同性恋横行 遍地同性恋 罗马城灭亡之前 罗马人不生孩子了 所有人都在 自以享乐 在浴场里头 开心爱party 你在资源极大丰富的时候 你不遵守清规戒律 你过得实在是太爽了 巴比伦的那些祭司们 巴比伦的祭司们 天天让看玩意儿 对吧 各地献来的奇珍异寿 尼布贾尼萨的空中花园 那你就出满了奇珍异寿 宫廷祭司们天天 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 读读书啊 让还有周围的那些小侍童们 给自己按摩呀 太爽了 这日子过太爽了 但是当波斯人 大进巴比伦城的时候 你还拿得动枪吗 你还干得了别的事吗 所以说圣经上说 但以理在 尼布贾尼萨的孙子 王庆里头 突然天使写下了 迷你迷你 这几个词的意思 然后 他们就不懂什么意思了 这个意思就是 称量称量 你显出亏欠了 称量称量 你显出亏欠了 所以 大进里就给 尼布贾尼萨的这个计刃者说 因为你 违背上帝的命令 不像你的父祖 所以上帝把你的国 要在波斯人夺去 今天晚上 你就必定灭亡了 结果当天晚上 波斯人攻入城池 巴比伦就灭亡了 巴比伦一夜灭亡了 为什么巴比伦一夜灭亡了 为什么罗马如此快的衰败 就是因为他不 我们不说清规戒律的事 就是因为他放纵 所谓的先知说 巴比伦是做银 是个银妇 为什么说巴比伦是银妇 银是什么 不节制 过度的去做某些事情 过分的去做某些事情 银这个字就是多的意思 银语就是语下的很多 银语 它不是指男女那方面事 男女那方面事 他不叫银 而是你过多的去做那些事 才叫银了 所以说他是一个银妇 就是说巴比伦不节制 你不节制就会走向灭亡 所以说 当然节制是天主教 非常讲究的一个美德 所有的宗教 这些清规戒律 都是节制你 不让你落入 晚期巴比伦 晚期罗马 晚期埃及 晚期亚述的那种孔 那种地步 约拿为什么 去尼尼威去亚树去说上帝要灭亡你们这城 亚树的王听到了上帝要灭亚树 尼尼威 所以亚树王就撕裂了自己的衣服 在上帝面前祷告 说主啊 请你不要灭了尼尼威这城 上帝看到 尼尼威的国王 看到亚树的国王谦卑了 上帝就决定不灭这城了 所以约拿就问上帝 你为什么不灭这城 现在我成了笑话 我说四十日后 你因为必灭 结果现在没灭 我成了笑话 上帝说 你不是奉我的名去告诉他们的吗 如果他们笑话的话 就笑话我好了 但是你要知道 他们现在已经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他们已经知道在我面前 节制和忏悔了 现在我就绝对不灭他们 因为上帝知道亚树的人日子还没有到 亚树人还没有堕落到要灭亡的时候 所以派约拿去 就是要告诉他们 你们现在不要这么快自取灭亡 但真到亚树要灭亡的时候 正如阿摩斯书中说 亚树周围再也没有人可以帮助他 为什么先知书上 反复的就强调 在上帝面前要谦卑 要遵守上帝的律法 你不遵守上帝的律法 按照行而上学来讲 按照神学来讲 你是一个不虔诚的人 你是道德败坏的 这个不用再讲了 按照现实世界来讲 我们不讲那些非常 我们按功力来说 功力来讲 就是当你享受太平日子太舒服了 敌人打进来 就是灾难 因为灾难总是有的 天灾人祸总是不能免除的 这些东西来临的时候 你再也拿不动你的枪了 不能重拾你过去 在自然界生存的那种 你没有那个勇气 没有那个心性了 那你就只能灭亡了 所以这就是 一神论宗教的形而上的根基 就是说现实跟理想之间的冲突 以及怎么用现实跟理想去 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这也是道德 基督教的西方的道德的产生的根源 基督教的道德 当然是影响了后世 包括白左之所有人 白左我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他是自助参者 就是说白左都是婴儿 就是巨婴 你看到左派 他都有一个婴儿那种想法 他没有一个成年人的思维的方式 成年人知道做什么事 都是要付出代价 这是一个正常成年人都有的想法 但是婴儿不一样 婴儿是什么 我要这个 但是我不要这个相知 随相较带来的这个后果 我不要 我吃糖 我不要蛀牙 我喜欢看电视 但是我不要近视 我不要把眼睛坏了 所以说 孩子 孩子不理解很正常 因为孩子他没有什么经验 成年人如果不懂这个 那就完蛋了 但是白左为什么白左他有这种想法 话又说回来了 因为白左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天天躲在县牙塔里 躲在大学里 躲在教会里头 图书馆里头 他没有那些现实世界的打击 他的人生阅历才有 他们才有什么人生阅历 他们哪经历过自然间 你让他们在野外生存 待个两三个月 你看他们还有白左思想 那立刻就给治好了 那白左思想立刻就能治好 所以说 白左思想最大问题就是他们日子过得太舒服了 就需要穆斯林或者黑人狠狠地杀一瓶 他们才能解决他们这个白左问题 所以说对于安提法呀 对于这群人 他们呢 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 对于美国的白左是很好的一件事 美国那些白左不也现在害怕了吗 看到安提法打打杀杀的 他们不也怕了吗 就是他们舒服日子过得太爽了 受人保护的日子过得太舒服了 没被 没被现实世界教育一下 所以他们不知道天高地厚的 这种人的灭亡 在社会动乱的时候是立刻灭亡的 就像 蛮族人已经看出罗马人 你只剩一个空架子了 你真实的东西已经全没了 罗马人再也holde不住蛮族人的进攻了 就这个道理 所以你看历史就是 历史就是这样啊 八王之乱就是这进朝 曹操 曹操用乌安人打仗 要知道曹操平定公孙渊的时候 借用乌安人 借用这个北方的这个鲜卑人的这个军事力量 那时候曹操很有钱 而且曹操他的军队 曹操确实是一个军事家 曹操军队的素质虽然非常差 他那些青州兵也好 或者他自己本州兵军事素质非常差 这就是为什么夏侯渊当时杀了很多青州兵呢 于晋 防止什么青州兵造反 这说明曹操手里的这个军事军队的他这个素质非常差 服从性军队的服从性军队的忠诚都很有问题 所以你看曹操那些将领 没事就一天到晚平换 那么曹操用乌安人去打这个 打这个公孙渊 所以乌安人拿了曹操很多钱 乌安人说 哎呀你看中原人很有钱啊 中原人怎么有这么多的钱 肯定中原人很厉害 所以他们那么有钱 所以乌安人就一直觉得曹操很厉害 他跟曹 曹家的关系保持得很好 但是到了司马家的事就不一样了 司马家的时候 乌安人和先别人 他们也就是乌安人 他们也能看出来 他妈的你 他妈一直用我在打仗 你一直用我在打仗 你们包括你们这些王爷们都在争取我的军队 合着你们不能打呀 你们只有钱 没有武力呀 就像 就像我上次说的像佛罗伦萨那些肉猪一样 佛罗伦萨很有钱 但是没有军队 所以法国人 像米兰 米兰没有军队很差 所以法国人一进米兰公爵立克 米兰的这些这个总督或者是公爵立克 爬爬屁股跑就颠着 佛罗伦萨也是啊 西班牙人一来 佛罗伦萨就开城投降了 合着你只有钱 你什么除了钱以外 你啥都没有了 所以说有钱如果没有武力就极其软弱的 然后这个时候 乌安人一看出来 司马家不像曹家一样 因为曹子还能装出一副 我是天朝大国那个样子 司马家连这套东西都都装不出来了 所以自然就 自然就引起之后东晋那些事 所以说 就是说你如果你去表演 你像白祖一样 你表演你的爱与和平 像司马家一样表演你天朝大国 像这个罗马人一样表演你是宇宙的中心 但是当满族人 当穆斯林或者当乌安人 看出你的内部的虚弱 你的装 你的假 自然就像法国人打下米兰 西班牙人打下佛罗伦萨一样 那是非常轻而易举的 因为你除了表演什么都没有 你全都是演的 你怎么才能使自己不演呢 因为每个人都都贪图享受 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说 所有人都有罪行 所有人都喜欢享受 你以为犹太教那些拉比们 那些天天守着一些清规戒律的拉比们 或者是天主教那些修道院 他们就那么喜欢遵守清规戒律 他们就那么有这个影子 他们才不喜欢遵守清规戒律 他们也希望天天玩乐 但是他们告诉他们自己 如果按照神学来讲 我敬畏上帝 我是上帝的好信徒 所以我要遵守这些清规戒律 让上帝高兴 但是你无论他的出发点是什么 他的结论必然是 因为他遵守这些戒律 他就能够有保持他自己 他就能传承他的文明 那些不遵守清规戒律 像罗马人 像巴比伦人 像波斯人 像埃及人 像亚述人 他们传承不了自己的文明 文明的火种就熄灭了 西方欧洲 欧洲就是已经到了欧洲文明 覆灭的前兆 欧洲文明已经到他覆灭的前兆了 这是毫无 毫无怀疑的理由的 美国有希望 因为美国相对还比较 还比较 清教徒的精神还很文强 欧洲这些 像巴比伦淫妇一样的这些国家 像荷兰 像巴黎这样的大城市 充满了这些 滋意享乐的年轻人 年轻人不知道 按照他们祖辈的那种生活方式 他们认为他们的祖辈很土很low 很没文化 很怎么样 他们社会被西方的白左教育了以后 觉得自由平等不爱 享乐才是最重要的 享乐不是因为我最 不是因为我道德低下 所以我享乐 是因为我 我们的世界在美好起来 这就是进步主义的思想的陷阱了 进步主义就告诉你 我们人类总是在前进的 所以我们过得比古代人好 不是因为我们单于享乐 而是因为我们资源就是这么多 我们现在科技发达 所以我们的资源多 其实他没告诉他们 你资源多是因为你剥削大自然 剥削的更狠 你把其他所有动植物的资源 生存资源都剥削没了 然后你自然有这样的资源 按照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来讲 如果全世界所有人 这地球上75亿人 都按美国人那种生活方式生活的话 那三个地球的资源 也满足不了人类 所以你说呢 白祖尔 他们那个虚伪就不用讲了 他们一方面剥削着第三世界国家人民 苦哈哈的过日子 一方面又用进步主义思想来迷惑 教这些傻兮兮的民主小青心 跟这些傻白田学生们 你们不要有什么道德的负罪感 因为我们社会是进步的 他们完全不说 那是因为你们列祖列宗基勒德 你们列祖列宗 美国的清教徒基勒德 到处去开拓荒野 去怎么怎么样 并且一直贯彻基督教的思想 在国际事务中 美国从来都是讲信义超过利益 在二战之前 美国成为帝国之前 美国一向是讲信义超过利益 因为他们都是基督徒 他们是清教徒 他们对上帝负责 他们不是对这个世界负责 所以说 美国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 完全是他们的列祖列宗基勒德 而跟他们发的白祖 那些狗屁的东西 一丁点理论没有 白祖的产生和发展 完全只能腐化美国 腐蚀美国 但是美国还有希望 他欧洲是已经没希望了 欧洲已经完蛋了 已经几乎已经可以断定了 欧洲是不狠狠的 像罗马人被杀一批 欧洲是不可能有什么改变的 这种情况下 我对欧洲的前景 已经是几乎认为 几乎是 没有什么未来的 因为欧洲的年轻人的问题非常大 欧洲的未来 就看欧洲的年轻人 依我观察 欧洲的中产阶级以上的年轻人 还多少还是比较什么的 但是欧洲的广大流氓互产者 还有中下阶级的 上过大学的一些年轻人 但是有些 就是我所认知的欧洲年轻人 极少数有那种所谓清教徒精神 或者是有自我约束能力的 大多数人没有 一丁点自我管束能力都没有 所以说这点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妙 未来的前景是非常非常不妙 他们跟白左一模一样 天天提倡那些东西 讲究的那些东西 都是罗马人灭亡前讲究那些东西 所以说 当然这就是我这么 为什么这么恨举弱这种人了 因为举弱这种人 当然他只是一个例子 他很 举弱来讲 他没什么影响 但是他这类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他们相信欧洲西方白左 像蔡英文这种人 相信西方白左 讲究那种政治正确和政治伦理 还有那些乱七八糟 这些虚伪的欧洲左派的这些东西 但是他们 这些东西 他们完全就不考虑现实世界的应用 他们也不明白 宗教提倡那些东西 到底对这个社会有什么价值 有什么意义 他们不懂的 他们认为法律能够解决问题 法律根本就解决不了 因为法律的权利是很 是很值得怀疑的 就像我前面说的 法律的权 谁赐予法律者执法的权威 当然了你是靠暴力 你国家靠的是暴力 你没有一个合法性 所谓的法庭 法庭执法是靠暴力执法的 他不是靠什么 不是靠着什么 任何东西执法的 而你又无神论 你无神论的话 你就不能给法律合法性 因为如果你是靠暴力执法 但是按照理论来讲 是上帝创造了宇宙 而上帝创造了法律 人是上帝的造物 注意人跟上帝不是平等的关系 人跟上帝也不是父子的关系 人跟平等是造物主 跟被造之物的关系 所以上帝说 我团了一团泥 难道一个泥 一团泥可以问泥匠 一团泥岂可问泥匠 你做什么吗 当然了一团泥不可以问泥匠 你做什么 我画一幅画 难道我画出来的画 里头这个人 你为什么把我画成这个样子 他可以这么问吗 当然不可以问我 这是写儿一间的道理 所以主权者是上帝 世界上为 这就是西方天主教会 说所谓的主权者 只有上帝能赋予人主权 司法的主权 当然是上帝赋予的 没有神性的司法 就是暴政 就是靠着武装暴力 你凭什么拘禁我 不就是你有暴力 你就是武装暴力 话说来的那些恐怖分子 不服也是因为这个 又讲到伊斯兰恐怖主义 那些恐怖分子 为什么不服 你不就是靠暴力执法 你不就是西方的拳头硬 所以你打老大 你西方凭什么 凭什么让你们 西方管理我们穆斯林 我们手里有着真主 你们一群无神论者 凭什么 凭什么判断我们的死活 判断我们的贫富 你们都是一群万恶的卡非勒 所以你们必须死生子们 这当然也有这里的关系 主权者到底是谁 这里是一个非常 又是一个非常喜而上去的问题 那么主权者这个问题 我可能以后会说了 今天就不说了 所以我的总结就是 而且根据我 因为我早年 我是接受过西方的这些 法国大革命以后的革命思想 我是接受过具体这些 思想体系的教育之后 来批判这些思想 我不是像那些没信宗教之后 就批判宗教的 那群像举弱这种人 他是没信过宗教 他就能批判宗教 你凭什么 你必须 你必须得明白 人家到底说什么 才能批判人 大多数人批判人 就是你还不知道 别人在说什么 你就骂人 这是显然东亚人的德行 而且西方白左都不是这样的 西方白左都是要听完 你说什么他在骂你 只有亚洲人 只有东亚人这么干 他还不知道你说什么 他就骂你 所以我敢说 我是有资格去骂白左 因为我非常清楚 白左是体系理论 他的渊源 他的出处 他的列祖列宗在哪 我都可以说的来龙去脉 我都知道的清清楚楚 所以我是有这个资格 骂萨特 骂白左这群人 而且我知道基督教跟白左时间的关系 更知道犹太教跟基督教的关系 我在就是说西方的正点 两西文明的正点 我可以说是比较了解的 所以我可以 我清楚他的问题在哪 所以我能指出来 大多数人是凭借直觉 比如说费拉右派看到那些美国的安提法 他就觉得社会要乱了 他觉得不舒服了 他不知道社会乱这个只不过是你自身的问题 你的表象问题 表象问题是社会乱 实质问题是你的社会堕落了 美国的精英阶级堕落了 美国的中产阶级受到的教育 使他们的人格堕落了 这才是像福克那个法国白左跑到了美国 得了艾斯病死了 你看他得这个病 他得这个病就是白左该得的病 他这一生追求的就是性放纵 性自由 性快乐 然后他跑到美国 把美国的学术界搞得乱七八糟 让法国这种巴比伦式的淫妇 巴比伦式这种毒奶奶到了美国人 让美国人吸皮士这种这种放纵堕落这种思想 摧毁了美国清教徒的那种 理念那种真诚那种信念 这是美国堕落的源泉 肯尼迪那个时代 美国堕落的开始 反正当了他的后果 因为历史 我们注意历史是有一个回流期的 就是说 美国人之所以吸皮士那一代 按照上帝的规则来讲 按照这个神应报 所谓神应报应这个理论 神应报应是什么 你犯了错上帝要报应 这是神应报应的理论 按照神应报应理论 应该吸皮士那一代人死了 应该吸皮士那一代人好好受罪 可是福科那一代 当然福科是受了现实泡 他死的惨 他死的不能再死的更惨 但是 但是呢 他害死这群人 其中很多人 吸皮士那一代 福科那一代 他没死那么惨 当然因为福科他身上的罪太重了 他不死的惨 都不接 不足以彰显上帝的正义 所以说 有些人 上帝还怜悯他们 给他们时间悔改 因为看在他们父亲跟祖父的面子上 他们的父亲跟祖父都是虔诚的清教徒 上帝不愿意在他们身上就实行报应 然而这群人一生不悔改 让他们孩子变得比他们更顽劣 就形成了今天的安提法跟美国白左 上帝这次就不再 不再 这是按照神应报应来说的 按照就是所谓的现实报 为什么没有现实报呢 因为时间有一个回流期 因为美国人的祖先都是清教徒 是列祖 他们的列祖列宗积了德了 积了非常非常厚的德 按照中国人说话 就是他们的列祖列宗给他们积了很大的德 所以他们在西匹市那个时代 80年代 70年代 那个时代 他们败坏一点 放纵一点 没到立刻遭到非常大的暴力 那是他们列祖列宗积的德积的甚远 然而他们那代不积德 如果他们他们子孙那代再不积德 如果我这一代的人 安提法这种人成了主流 那美国以后 那个未来是可想而知 不要认为美国非常强大 美国就不可能衰败 就不可能在瞬间灭亡 他们很可能像罗马一样 昨天还十分辉煌 立刻就完蛋了 这让拉美人代替了 这很可能就是 很可能成为现实 有一种 有些人就认为美国不可能失败 至少在这一代不可能失败 我也认为美国在这一代失败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不是不可能 至少在我死之前 有可能就能看见美国衰败 甚至是被别人代替 这都有可能的 所以说 遵行上帝 我最后就想用一句话来总结我今天 对上帝这个律法和一神论的 这个行而上学的根基做一个总结 他从表现方面 就是一般人能理解的方面 就是说遵行上帝的律法 你就有福了 你就进天国了 当然了 这在白左 在无神论者和举弱这种人眼里看来 这绝对是胡说八道 这绝对是没有 没有任何根据的 这个道理 但是经过我的分析 经过我行而上学的仔细分析 我相信大家明白了 这些看似很low 很没水平的东西 实际上是古以色列人 尤其是像亚伦拉罕 先知链 先祖链的人 他们是非常非常 经过行而上学的辩证 才能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从现实意义上得出一个结论 在理想与现实世界中间的一个调和 一个中和 它不是绝对讲究白左那套的理想世界 也不是绝对讲究弱肉强食的那种残忍的手段 它是把理想世界跟现实世界杂柔起来的一种 唯一一个能在现实世界追求理想的一个社会 这是医生论宗教唯一 它的核心根基 它对人类的福祉就在于此 当然按照宗教来讲 那是上帝是一切的主宰 你就应该这么做 但是要知道 古代人没受过教育 你对这些古代人讲这么高深的行而上学的这些东西 他们哪听得懂 他们哪能理解 现代人我相信 如果对世界形式不明朗 对现在很多的哲学的东西不能理解 他也听不懂我说什么 有多少人能听懂我说的这些东西 没几个人能听得懂 所以能听得懂的人 他一定是有相关的知识 而且他能理解 但是这种人如果不经过非常深刻的行而上学的反思 也得不出我这样的结论 我那个结论得出了之后 告诉别人 如果别人有这个知识 他能理解 他理解了以后 这些思想 他就能成为一个正点 他就能 他就能理解基督教跟犹太教到底在说什么 他就不是相信基督教里所谓的那个非常 你死后进天国那种说法的 这个不是你的目的 目的是保留你文明的火种 让你常常存 犹太人经历这么多 他之所以存在 就是因为他有这个宗教 保持你文明的火种 如果从教育 从白左所谓的那种 按照要有 你说话要有证据的 证据就在这 但是白左能不能理解 那就二回事 所以最后一句话 我想总结 还是按照理论 按照上帝那里去总结 我不想说那么多 非常形而上 或者非常现实的东西 因为我不希望 任何人遵守上帝的律法 是从现实层面 理性的分析 来遵守上帝 我希望人遵守上帝的律法 是爱上帝 尊重上帝 才遵守上帝的律法 就是敬畏上帝 是智慧的开端 愚望人藐视智慧的训惠 好 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讲